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吉甲,我们的使命就是圣灵根深,活出圣经,合一荣神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叫做所罗门自训 我们整个礼拜都会讲所罗门自训 好了,那立刻开始简介了 其实就放了我们的facebook专页,也在discord讨论区里面也有 我们会看的版本就是bybel.com的版本 好了,来一个简单的简介先 所罗门自训有19章,大约是公元前一世纪 这本书最初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作者是一名不知名的犹太人 书中应用了犹太人一些传统的资料 同时也有借鉴到希腊哲学一些理性概念 在于就要讲明神上次那些忠于他的人 其实就和辩西拉自训就相似的 这个就是属后期智慧文学传统的作品 内容大致就是要警告邪恶的人,赞颂智慧 并且也是列举神在过往施行大能的例子 从而去嘲弄拜偶像这个愚昧的行为 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至九章 就是说要寻求公义和智慧的重要性 并且称赞智慧的美好和功效 第二部分就是第十至十九章 讲的是神如何拯救祂的子民和刑罚外邦 并且以历史事件作为例证 好了,立刻开始看所罗门自训 今次的影片就会看第一至第三章 我们所用的版本就是bible.com的版本 所以大家都能够找得到 好了,开始读了 第一段 心灵当纯正 地上的判官,你们要爱慕正义 用善良的心思想念主 用正直的心去寻求主 因为不试探他的人都可以寻住神的 他也可以向那些不猜疑神的人来显现 但是那些歪曲的理论令到人与神是隔绝的 神的大能既受了试炼就必责备那些愚绝的人 智慧必不进入那些怀有恶意的心灵里面 也不会住在屈服于罪恶的拘体里面 因为教会的圣灵必远被欺诈 远离误媚的理论 并且必责备不义的来临 第六节 因为智慧是爱人的灵 必因为涉足者的嘴唇而懲罚他 神是他内心的钟情 愿文就是他的神 所以神所指的都是情感 内心 这个都是欺白来人的理解 神就是他内心的情绪 有一个见证 也是他心里面真实的监督 和他舌头的聆听者 所以说的是神在人的心里面 第七节 主的灵充满世界 统治万有 知道众人的声音 所以讲讲不义的人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 当公义执行责备的时候 亦必不能逃脱 因为不敬虔人的计谋必被查够 他的言语之声必达到主的面前 他的罪业必受责备 主的忌邪的耳朵能够听见万事 而怨恨的声音不能隐瞒 所以要慎防无益的怨言 要禁止你的舌头 讲一些毁谤的话 因为隐藏的话必有后果 荒诈的口必使灵魂灭亡 下一段就是永生 第十二节 不要在错谋当中去生活 这是自取死亡 不要因为你们手上的作为 而自遭灭绝 因为神没有做死亡 祂是不起悦有生命的灭绝 因为祂是创造万有的 国德其生 给到世上代代交替 知养生色 他们当中没有致命的毒药 地上也没有阴间的王权 因为正义是永恒不留的 这里就是不死的 意思是一样的 第三段是阴间 不敬虔的人 手势言语 不敬虔都在呼唤阴间 与阴间结交朋友 就必然化为乌有 他与阴间立约 就配与阴间有份 这个阴间是直指他的死亡 所以再读一词 第十六节 不敬虔的人 不敬虔的人的手势和言语 其实在呼唤死亡 就是和死亡结交朋友 就必然化为乌有 他们和死亡立约 就配与死亡有份 这一词 刚刚看完第一章 就讲的是 劝勉地上的判官 是要爱慕正义的 要用善良和正直的心 来寻求神 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来源 而智慧是爱人的灵 是必远离那些不敬虔和不义的人 这一章也强调神的灵 是充满这个世界 知道所有人的声音 而不敬虔人的计谋和言语 是必受到神的审判和责备 而到最后就是提醒人 要慎放无益的怨言和毁谤的话 因为这些事是会令到灵魂灭亡的 最后一节就是踏入第二章 就是说不敬虔人的事 所以踏入第二章 一开始就说了 因为不敬虔的人 彼此理论却是不正确的 就说我们的生命既然是那么短暂 又那么受烦 人到死的时候都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 也都未曾听过有人是从阴间回来的 我们只是偶然而生 之后又好像从未存在 因为我们鼻里的气息就好像烟霧那样 理性只是我们心跳的一个声火 几时火光昔灭身体就变成灰 气息就如烟消云散 这个气息就是灵 这个灵就是没有了 这个就是世人的理解 其实这里所说到的这个烟霧 其实也是对照着 传道书的虚空 这个虚空就好像烟霧一样 捉不住 眨眼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烟霧和传道书里面的虚空 是在说同一样东西 这些不敬虔的人 不义的人继续说 第四节 我们的命随着光阴而遗忘 没有人再纪念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命亦如云即飘逝 如武器消散 被阳光驱逐 被热力蒸发 因为我们的时光如阴影飞迟 我们的命最终之后 都不再回头 因为印章已经扔了下去 没有人还能回头 这一段很明显 也是和传道书里面说到 这个生命是虚空的虚空 是说同一个意思 第六节 这班人是这样说的 来吧 让我们享受目前的美景 甚至我们还年轻 要及时享受造化之功 我们要喝饱漂亮的出名的名酒 茶一些漂亮的香膏 就是春花的一朵都要欣赏 长眉花蕾 尚眉雕姐 就做我们头上的华冠来带着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不参与我们的狂欢作乐 无论在哪里 我们都要留下我们行乐的标记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份 是应得的 这段也是在传道书里面说过的 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什么是强过吃喝的呢 而所罗门王也说了 他享用这些东西的吃喝 从来都没有禁止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对应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理解 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去享受这个世界的 这个就是正常人或者一般世俗人的理解 对了 对了 第十到第十一节 那这班人呢 继续说了 就是说 让我们去压制那些贫富的义人 不要放过那些寡苦 连白法的老人家 也不用敬重他 我们的力量 就是公正的律法 因为软弱的 证明呢 它是毫无用处 毫无价值的 这个呢 就是世俗人的眼光 也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而且呢 其实在雅各书呢 也都有再提到呢 就是有些的基督徒啊 或者是犹太人呢 都是去在会堂里面 或者是教会里面呢 去压制贫富的人的 那这个呢 其实呢 在神眼中呢 都是捍卫不好的 好了 那我们再看呢 就是这个恶人的说话了 第十二节 让我们埋伏 对付义人 因为他对我们是不利的 他反对我们的行为 指控我们呢 违背律法 斥责我们 违背教规 他又致夸呢 是认识神 自称呢 为主的孩子 同伯 他竟呢 成为了我们良心思想的责备 看见他呢 亦都成为了我们沉重的负担 因为这个恶人的生活 是和其他人是不同的 他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样被他平定为低战 他远避了我的道路 就好像远避我们这些 好像看作是不结之物 他呀 自称为恶人 的末日为有福 竟然夸说 神是天父 这个黑暗的 细族的 这个恶人呢 继续说话了 第17节 我们尽管又看看 他说的话 是否真实的 验证下 他的结局又会是怎样 那么 假使 这些人呢 是神的儿子 神一定会帮他 救他脱离强敌的手 是要让我们 悔欲与痛苦 考验他 让他知道 他是有多么的欢容 试练一下他 有多么的忍耐 让我们去判他 受一些羞辱的死刑 因为正如他说的 他必得到眷顾 这个呢 17至20节 就是藐视异人 藐视神 是敌对神的说话 而这个呢 也是世界的价值观 好了 到第21节 或者下一段 讲讲生死之离 第21节 他们其实有这样的设想 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自己的恶行 搞到自己 都是一个盲眼的人 他们是不知道神的奥秘 也都不希望得着 由正义而来的报酬 也都不洞察 没有过灵魂所得的赏赐 神其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做人的 原本呢 是要让人是永存不灭的 但是就因着那个魔鬼的妒忌 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所以呢 那些与他和这个魔鬼同党的人 都要经历这个死亡了 好了 在第二章这里就是描写 不敬虔人的恶行 错误的思想 他们认为这个生命是短暂的 没有永生的盼望的 所以他就会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尽情享受 要留下自己的名 并且欺压若少 尽量拿别人的价值 嘲笑异人 嘲笑智慧 并不知道神的审判和赏 因为他不信神 所以这一章呢 其实都是预示着 不敬虔人 或者一些恶人呢 就在审判的日子呢 将要悟悔 后悔 惊恐 而二人呢 是有这个永生的盼望的 好了 来到所罗门之分第三段 这个部分呢 就是一些恶人呢 不知道 也都不相信的范围了 就是二人所得的报偿 第一节 二人的灵魂是在神的手里面 而痛苦呢 断不能侵害他们 但是愚昧人 看到他们就好像接近死亡 因为他们去世呢 是遭了灾殃 他们和我们分离 就好像归于灭亡 其实呢 他们是得享平安的 在世人看来 他们似乎是受了刑罚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是充满了永生不死的盼望 他们受了少许的教会 但是得到呢 莫大的赏赐 就是因为神 试炼了他们 看他们 是为配得上自己的人 他 考验他们 就好像奴中练金 并且阅纳他们 就好像阅纳繁制一样 第七节 在监察的时候 他们显为是光明的 来往飞腾 就好像墨界被焚的星火 是好像燕花一样 很漂亮的 是光明的 他们要审判列国 要治理众闻 因为他的主 将作王直到永远 倚靠神的人 倚靠主的人 必能够明白这个真理 相信的人 必与他住在外中 因为恩典和怜悯 必施被那些 他所拣选的人 接着到下一段 不敬虔人的遭遇 第十节 那些不敬虔的人 这些恶人 是必按他们的网念 受到刑罚 因为他们是藐视公义 离弃主 甚至藐视神 第十一节 谁藐视智慧和憤悔 就必然受苦 他们的希望定然落空 努力也是枉然 他们的工作 亦必无益 他们的妻子愚蠢 他们的儿女邪恶 他们的后裔 亦被奏助 所以 在这个 以掃的后裔 也是 恶人必生出 恶人 邪恶 生出邪恶 这个 就是在对应中的 亦都是 好像 针言里面所说到的 藐视智慧和憤悔 就必然受苦 好了 到下一段 不育 第十三节 未曾被颠恶的不育 苦女 有福 他们不知道 藏事的罪恶 他们的灵魂 必蒙 眷顾 而结果止 手里面 没有行恶的太监 有福 他们没有囚谋邪恶的事 去干饭主 因为 藉主信 他是得到赏赐 有一个特殊的恩典 在主的殿中 仍然能够承受更加庆心的遗憤 善公的果子 就是荣誉 智慧的根基 永不动摇 淫荡者的儿女不能成长 而非婚生的后裔必被剪除 所说的是 不合法的结合所生的 即是 婚前性行为 或者婚后性行为 婚外性行为所生的后裔 就是这样的事 就是 在这个不能成长当中 第17节 他们虽然享有高寿 也不算是什么 即使做到年纪老马而临终 也得不着尊敬 他们若是夭折而死 也没有希望 到了审判的日子 也没有安慰 因为 不二的世代结局 相当可怕 好了 所以这个第三章 就是宣告 二人的灵魂 其实是在神的手中 虽然在恶人的眼中 似乎是死了的 但其实他们是得到一个 永生的安息和冠冕 而那些不敬前人的结局 却是悲惨 而且是可怜 所以这一章 也是鼓励人 要去忍受苦难 因为神的思念 会静化信他的人 爱他的人 令他们成为神的朋友 并且在最后的日子 与他们同名 这个就是简单认识 就是读了 所罗门智训第一至第三章 所说的 其实都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我们之后 会继续为大家分享 所罗门智训的内容 好了 今节先说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一甲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邀请你分享 赞好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护教专页 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一甲 我们的使命就是 圣灵根深 活出圣经 合一荣神 好了 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 为全是圣经的 来讲解 我们下方的组论区 我们下方的组论区 可以做这个 我们可以在那同一位 定学生的